刘正宏很生气 觉得我又没有贪赃王法 为什么我是十大二人 不过他不只为自己报区之外 也忙着帮远雄的董事长赵腾雄报区 他说赵腾雄在苗栗后龙捐了100亿 要来盖一个医疗园区 他是个大善人 而我们的记者实际到这个园区走一趟 发现这边还在整地阶段 想要103年启用应该是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这个医疗园区的规划 旁边的土地价格 已经从每瓶1万块 飙涨到每瓶30万 而且巧的是后龙地区 除了是赵腾雄自己的故乡之外 也是县长刘正宏的老家 因为他爱家乡 所以他建筑了这个110亿的 这个来建一个赵兰之纪念医院 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那么好的一个企业家 怎么可以讲人家是这个恶人 同辈网友列为十大恶人 苗栗县长刘正宏频频为远雄董事长赵腾雄教区 直说赵腾雄是大善人 在苗栗厚龙捐了百亿盖医疗园区 不过实地来到医疗园区现场 26公顷的土地许多都还在整地阶段 评论有看到工程单位在这边施工吗 也有啊 有啊 就开不动来动去啊 整个开发案在评估当时 刘正宏曾多次召开会议 其中参与开会的中华观光发展协会董事长 正好就是刘正宏的弟弟刘正池 26公顷的医疗园区位在苗栗厚龙 是高铁站 是赵腾雄的老家 正好也是刘正宏的老家 距离刘正宏住家只有三公里 附近地价已经从一坪一万飙涨到一坪三十万 是在开发故乡还是在炒地皮 令人质疑 记者苗栗台中综合报道